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当成你的玩物吗 徐游小姐 那天记者拍到你晚上没有回家 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如果在合适的时间 遇到合适的人 有了关于未来的计划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雷宇峥是不是你男朋友 请回答一下 雷宇峥 你说一下吧 请回答一下 雷宇峥 你说一下吧 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有什么时候交往的 是啊 你说一下 米我 米我 飞 米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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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种不要走 那一种不要走 小苏 你醒了 刘总 怎么是你啊 我听说你病了 马上过来看看你 你呀 工作太拼了 来 我来扶你 真不好意思啊 你看 你工作也挺忙的 还麻烦你 都是老乡 干吗这么客气 让我来 扬一下体温 一切正常了 回去好好休息 不过呀 可千万不能太劳累了 好 护士小姐 那我是不是一会儿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行了 让你男朋友去把费用结一下 就可以出院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别动 怎么 还怕我替你垫付吗 回头你再给我不就是了吗 谢谢啊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不错 昨天啊 在这儿守了你一个晚上呢 昨天啊 在这儿守了你一个晚上呢 在这儿守了你 我来带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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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美丽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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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我要向你道歉 那天晚上在医院陪你的不是我 我想可能是她吧 小苏 你去哪儿啊 那天晚上在重复一遍 小苏 杨茜茜 杨茜 这么巧啊 你也是在这儿吃饭吗 你不回答我没有关系 我来替你回答 你是在跟踪我 看来我猜的没有错 这就是你关心一个人的方式吗 好特别呀 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来医院看我 谢谢你帮我买单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是不是这样啊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话 你会不会给我回一个微信 给我打一个电话呢 你让我苦苦等待你的消息 你不觉得这么做对我来说 太残忍了吗 还是你本来就喜欢看到我痛苦的样子 对不起 雷总 你的这份关心我受不起 所以请你以后 不要再跟着我 我听同事说 雷宇峥跟许优要结婚了 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祝福他们 我真的是怀疑我自己三观落伍的 你祝福他 雷宇峥现在要结婚了 新娘不是你 你在这儿一副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样子 这事要是搁我身上 早就晴天霹雳了好吗 我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他和别人在一起 他和别人在一起 这很正常啊 不是我都真的怀疑你们俩有没有真的爱过 你真是大度 你还祝福他 四七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是离开 却是一个人的决定 只有我选择离开 勇敢地放下 才是对他真的负责 我只是觉得说 你们两个之间经历了那么多 如果到最后能在一起 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现在只想把我的工作室弄好 只要他幸福 我做什么都可以 离开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而我 我会选择 安静地 默默地离开 我们俩还真不是一类人 我一点都理解不了你 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七零八落 自己躲在角落里默默地舔伤口 小苏 我真的想你主动出击 去找雷玉珍问个清楚 到底是缘分尽了 还是误会一场 毕竟两个人经历了那么多 如果真的不能在一起 就太可惜了 老雷总 我来看您了 您以前总是叫我儿媳妇 我知道那时您生着病 难免会说胡话 可是我听你这么说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可是缘分这个东西 谁都说不清楚 就不过 这个人 出击是不准的 是不敢带来的 谁都说不清楚 哎呀 然后我们俩猜 最后人都说不准备了 那些人都说不准备了 在这些人中的 对我们俩都说不准备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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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猜那花是独角诉讼的 这么痴情 又肯默默付出的女孩 现在真的不多了 我都快被感动死了 看得出来 杜小素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只是这段时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 她又一直被蒙在鼓里 心里肯定特别不好受 所以对你老蛋点 那也是人之常情 哥 不管你俩 最后有没有在一起 你都欠她一个谨慎 我不是没去看她 是她不肯见我 感情的问题 男人永远应该更主动一点 男人如果不思进取 女人只会永远把话 憋在心里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永远 不打算跟杜小素见面了 你俩就靠那干掉的花 来联络感情 如果你要真的不主动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对于我上官来说 在这世界上 唯有佳人和美酒 这两样不可辜负 我看你小子是披痒痒了 要不晚上去基建馆 咱俩再切磋一下 算了 算了 哥 上次我的腰伤还没好呢 再说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我说哥 你都打算不理人的杜小素了 你还不让别人对他好 是不是太没有道理了 行了 我知道你小子在这刺激我呢 我自己的事情我心里都清楚 别说了 雷哥 这是许优送给你的礼物 许优姐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人家在雨天最危难的时刻 出手相救 这简直就是峡谷柔情啊 太可惜了 哥 许优姐陪你 那可真的不算高盘 要是我 也许早就修成正果了 正是因为他人好 我才不忍心上他第二次 其实 我和许优 更像是生死搭档 战役结束了 仍然是好朋友 我觉得我哥 只有跟许优姐在一起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他的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那个时候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 神鬼物尽的冷漠 但是他跟杜小苏在一起呢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 不属于他的 什么呀 人味 人味怎么了 也整天高了 有句话叫说 高处不胜寒 我跟你们讲 这每个男人心中啊 都有一个理想性 你看 宇峥变了 为什么 说明他碰见对的人了 许优 是 优雅 智慧有韵味 但杜小苏他有的时候放二亿根筋呢 这叫什么 这叫单纯 换头是我我也喜欢 不是 不是 宇峥我就打个比方 千万别生气 这种事情 只有我和宇峥这种 心里成熟的男人才能懂 上官 你还年轻得多学了点 像许优姐这样的女人 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未来 寄托在某一个男人的身上 人家只会稍作暗示 立马闪人 这叫什么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这种情感的对抗 多有意思啊 我说你是来庆祝的吗 尤其是你啊 上官 今天话这么多 是不是没喝够啊 酒当然没喝够啊 来 来 但是我觉得这瓶 八二年的酒 喝着怎么那么酸啊 谢谢你那天送我的礼物 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你 咱们俩之间还有那么客气吗 有一件事我很好奇 这段时间咱们俩经常在一起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女朋友 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个微信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你这个女朋友根本不存在啊 是我太忙了 没有主动联系她 咱们俩天天在一起 倒更像是一对 是啊 天天都跟你待在一起 确实不应该 把你的桃花都挡住了 老伦斯布洛克曾经说过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最成功的人士 也会碰到不爱她的女人 和爬不上的高山 你是在暗示我 我对杜小苏是一厢情愿的吧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在说我自己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要一个答案 是 许佑 我的选择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看来我是误会了 这段时间咱们俩经常在一起 我还以为 我以为咱们还有可能 许佑 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无条件地站出来帮我 我真的很感激你 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三生有幸 以后咱们还是好哥们儿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个人会是杜小苏 再见了 雷宇峥 我这个朋友啊 审美要求很高啊 还从没有一个设计师 令她完全满意呢 但是看了你的工程之后啊 点名让你设计 我也不知道这对你来说啊 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能开张 当然是好事了 像您这么难搞定的客户 我都能做到 放心吧 您的朋友我肯定没有问题 那是太谢谢你了 你可帮我大忙了 你们认识啊 不认识 要不咱们换个饭店 没事 就在这儿吃吧 啊 开了半天会也饿了 你想吃点什么呀 你那个朋友 可一直看着你呢 你不过去打个招呼 要不然咱们点瓶酒吧 庆祝一下 服务员 来瓶红酒 这大白天的点什么酒啊 菜过了吧 怎么了 喝一杯红酒庆祝一下不行啊 麻烦给我们倒上 刘总 第一杯 感谢您帮我介绍了这笔生意 我先干了 你慢点啊 来 这第二杯呢 还是要感谢你 这么长时间对我的支持 是 你好 我叫雷雨震 杜晓做的男朋友 什么 我能坐那儿吗 不好意思 刘总 您别误会 她是我一个普通朋友 好 看来你们可能刚认识吧 也还不熟悉 杜晓苏这个人 酒量不好 酒品更差 她要是喝多了 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 您意想不到的事情 今天这是在聊业务 这是工作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不管在哪儿 只要你喝酒 我就得在场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工作就更得谨慎了 今天我在这里 你随便喝 喝多了 出了洋相 我斗着 不好意思 刘总 我们先适配一下 雷雨震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 你跑过来坐着 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很重要的话事 请你再来列个人 ząd咖喝多了 我总终的 你还要吃点 我只要你 我们能不能 Henri 我的底线 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 雷宇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当成你的玩物吗 我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质问我的朋友 你想找自己 可以啊 你去找别人 别来找我 不好意思 刘总 让您见笑了 来 咱们去 再见了 朋友 你干吗 雷正 雷宇峥 你松手 你要干什么呀 雷宇峥 松手 杜小苏 你冷静点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呀 你是想要跟我道歉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是你的玩物吗 你给我道歉我就得接受吗 我每一天都在等你 我很害怕 我特别想要给你打电话 可是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 我特别害怕你在别人身边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你想分手你就说啊 你就告诉我 我杜小苏没有那么难缠 我会答应你的 可是你让我等 你让我猜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回事 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看你今天也并不是想要俩跟我道歉的 对不对 你只不过是想让你的心里好过一些 我承受了什么 我的痛苦你根本就不懂 夏晚宩 你的痛 我当然可以了一切 不见你 我比你还要难受 你讨厌我 不想见我 这些我都可以忍受 但你今天必须听我讲 讲完以后 你若还生气 我来与生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纠缠你 我继续 是你 小苏 我未有的突然消失 何故意向你隐瞒实实 真诚地向你道歉 你现在才把真相告诉我 对我来说 是多大的伤害 你能原谅我吗 对不起 我想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你觉得你躲着我 瞒着我 就是对我最好的保护了吗 小苏 我一点都不害怕他们 我不害怕他们跟走我 你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吗 是你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只要一想到那个时候 你特别地危险 可是我却浑然不觉 我心里是多么地难过 多么地自责 我多么希望当时 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不管是死是活 都是要一起面对的 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想 我们是否真的应该在一起 小苏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 才能像现在这样抱着你 我从未想过要跟你分开 谢谢你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但是 我真的累了 我想冷静一下 或许 我们两个更适合做朋友吧 还没有在一起 要不要拍摄 我和你不得寻 也没见到 感谢观看